台中有一個媽媽發言說 她一個六月的女孩感到 報告我又開始發生 這個十瓶老皮水的症狀是有夠嚴重 去醫生檢查發言說是 地瀏急性的皮膚炎 醫生判斷是水癢造成的 因為這個小孩感到老皮水 有可能蓋不乾淨 再加上等級水癢 才會引起急性的皮膚炎 鼻子都是滿滿的鼻涕不好呼吸 你妹妹在就急性皮膚炎 若發燒 炎中突噴 流瓶水 上課還要一直掛水癢 會感覺很不爽快 老實說不行啦 下口罩 所以我就不想要講 妹妹上誘定一天八點前 水癢掛條條 掛到整個臉 老公講講 甚至一個夢就痛 後來發現可能有 也許是鼻痘炎 是因為她發燒已經超過十天了 都是高燒 痰都會很多 突然就跟我講說 媽媽我沒有辦法嘲笑 因為我只要嘲笑 我的這個臉的地方很痛 媽媽發現早見沒有對抖 前面我叫感冒 沒有什麼 想要感冒過半個月 哪來哪嚴重 又發燒 嚴重突噴 所以妹妹紅紅 讓醫生檢查 才發現也就是急性皮膚炎 她有感冒的時候 還是一直戴著口罩 口腔就乾了 鼻涕乾燥的時候 會阻塞我們鼻痘炎的出口 就會在感冒的時候 容易併發急性皮膚炎 原來妹妹感冒老貧水 又等於掛水癢那條火 那貧水沒有沖乾淨越來越多 讓貧子墊起來 加上掛水癢太過程 讓皮膚炎掉火 才會引起急性皮膚炎 她說就拿刺 小孩掛水癢要掛到湯尾 還要拿下來休息 如果感冒就要一次 跟一邊的貧水沖乾淨 還要讓貧水都擠在皮膚裡面 因為如果太受苦 就可能會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